你 在关心的心理 谁应该是最重要的 夏天 那谁应该顺问排第一 夏天 那那些让我有误会的情况 要怎么办 是不是应该先解除我的误会 是 你明明知道密码 为什么还不爱门离啊 怕有人在嘛 就给他一点躲起来的时间 或者你要觉得正大光明 也可以大家一起坐下来聊聊天 你明知道不是这样的 骗我这么说吗 那你要不要我进去嘛 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 刚刚就准备打 骗着 真的 你现在是不是很讨厌我 你怎么会觉得我讨厌你呢 我喜欢你还来不及呢 而且你今天能来找我 我已经很开心了 但是我现在就很讨厌你 为什么 在关心的心里 谁应该是最重要的 夏天 那谁应该顺问排第一 夏天 那那些让我有误会的情况 要怎么办 是不是应该先解除我的误会 是 只要你不生气 你说什么我答应你 你知道这几天我有多想你吗 那你也没有给我打电话 我一直在忍着 明天去郊区晚两天吧 好久都没有约会了 好啊 我正好搜搜明天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我也看看 我想了一下 要么还是明天 你跟我去一趟福利医院吧 那个小女孩不方便过来 有一家木材公司来电话了 他们那边囤了一些 你要找的老鱼木 明天能去吗 好 明天十二点我去家里接你 工作的事情当然得去 明天十二点从我工作室出发吧 工作的事情当然得去 明天十二点从我工作室出发吧 我给忘了 明天有一个烫伤修复的专家研讨会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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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